這條影片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不掛在車身的情況下輕鬆洗車 這次我們會用到一款特別的洗車翼 它可以增強車身乾窄,並提供線水保護層 洗車的次序一定是由上到下 要避免車底的沙石刮損車身 專業的美容師傅教諾 要將汽車分為四個部份來洗 首先是車頂和玻璃,然後是頭蓋 之後是車門和裝飾條 最後是車輪和車輪 根據剛才一至四的順序 從上到下開始沖洗和清潔 記住通常車底是最垃圾的 這次的影片我們會用到Stoner Coating Wash 精亮度膜洗車翼來洗車 這個是我暫時用過最好的洗車翼 為什麼呢? Stoner Coating Wash裡面的垃圾和活性肩梳水成序效物 可以提供長時間的保護 就算下雨也可以提供強力的線水功能 意味著我的車可以長時間保持清潔的狀態 影片最後會有實際的線水效果 用得方便簡單 分量就是兩個瓶蓋的Coding Wash 加20升水 獨油的配方可以產生很多泡沫 之後我會用高質素的超細纖維洗車手套 配合洗車 以防掛傷我的車漆 準備工作就完成了,我們可以開始洗車 首先,沖洗車身 使用Stoner Coating Wash和洗車手套清洗架車 可以從車頂和擋風玻璃開始清洗 我個人感覺Stoner Coating Wash用起來很方便 配合洗車手套,洗車時會輕鬆很多 戴著口罩都可以聞到椰子和菠蘿的香味 清洗完後,用水沖洗車頂和擋風玻璃 記得千萬不要被洗車翼在車上變乾 否則會影響整個光澤道 所以記住沖洗 之後我們繼續清洗頭蓋和車門 在這裡分享一些洗車的技巧 洗車時一定要用多些洗車翼 要保持車身濕 洗完一棟門之後 浸濕洗車手套 才洗下一棟門 另外一個技巧 用手掌貼著車身洗下去 盡量Cover到每一個地方 清潔完之後用水沖洗 之後清洗塑膠裝飾條 記住伸手下去,洗到車底裡 那邊真的非常適合 至於中網,記得用手指清洗洞洞的位置 最後一次提醒大家 每洗完一部分,記得用水沖洗 最後剩下車輪和車輪 要徹底清洗車輪內部 伸手進去,有多少小水用多少 因為它是整架車最適合最難洗的地方 跟支子一樣,用水徹底清洗 來到這裡,我們還未完成 但我真的很想讓你看看 Stoner Cooling Wash 所提供的線水保護層 用Stoner Cooling Wash 洗完車後 車身表面會形成磷子層 可以持續幾個星期 這台南西凌智完全沒有做過道謀 是幾個星期前用了 Cooling Wash 進行清潔 很明顯的線水能力還在 全靠 Cooling Wash 而已 如果你定期用Stoner Cooling Wash 洗車 你都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定期清潔護理駕車 洗車洗得越多,過程就越輕鬆 車子也好看 最後用一條超小纖維毛巾去抹乾車身 用毛毛那邊去抹乾車身 用平面那邊去抹乾玻璃 用新的毛巾之前記得撕掉標籤 免得刮花車室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Follow這個頻道 收睇更多汽車護理技巧 以及好用的汽車產品 走之前可以在右手邊看看這條影片用了什麼產品